論壇裡面的話 上個禮拜上課的東西 每一次上課的東西都會放在這裡 所以 基本上呢你也可以回去 再把一些細節看一下 尤其是只要你一個動作做錯 像是剛剛那個提到那個像資料庫版本選錯 結果就不一樣了 而且說真的你們沒有告訴我為什麼我還真的不知道 所以後來原來是資料庫版本選錯 也不ok 另外其實我們現在用的Jungle版本是1.11 1.11 那其實1.11跟1.7以前的版本有些語法也不一樣 跟2.0的版本有些語法也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是選一個目前最多人使用的版本 而且穩定性比較好 那未來如果說你遇到2.0的版本 可能你要去找一下他的差異點在哪裡 那其實差不多啦 我看一下其實沒有差很多 只是說你還是要知道 未來哪邊不一樣 那其實這 麻煩的地方就是 他一直都會在改變 所以呢 改變 是必然的 所以呢 你要先掌握不變的 然後呢 隨時要去關注 哪些改變的 那你就不會感覺好像很 隨時都有那種 資訊 落後的那種 恐懼感 好像有人說 感覺 學這東西 又變 那我乾脆過一陣子再學好了 那你永遠 不要學了嘛 因為 很多人說 那這個會改變 那學了之後 不就一直 你要學 他為什麼改變 的 原理原則 所以有的時候 我甚至可以預測說未來下一個階段可能有哪些改變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大概知道 他的 一個慣性嘛 對不對 有些東西 這樣改變是很必然的 所以可以想而知道 以後 這些東西 會 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以後 現在可能想說 學這幹嘛 可是你20年之後回頭看 好像每個人都變常識 像我發現20年前我們剛才學電腦的時候 可能還說 老師我要學電腦嗎 那些人的話 我想他如果不學習 他可能連工作都不飽了 那不是要不要學的問題啊 你要趕快學 比人家快點學會吧 而且他學的比人家多吧 從來沒有錢少過 所以我剛講那些東西 包含各個環境的安裝 硬體設備等等的 你都要有一些相關的概念 如果你有概念的話 你就會跟別人不一樣 那就是你的機會 無論你是在職場上 或者是說你是 可能自己創業啦 我想都一定會有幫助 那我們上禮拜最後是講到 這些步驟啦 其實不多 最後是Template 那主要是建一個Template的目錄 OK特別注意喔 那目錄建好之後喔 他不是自動會 把他 跟你的 專案做連結 所以你要告訴他 你已經有產生一個Template的目錄 那你要怎麼樣告訴專案已經有一個目錄存在 特別注意喔 以後如果你做了什麼事情 記得 你要怎麼告訴他 在Settings 有沒有 有沒有我們有個設定 在那個哪一個呢 在我們的 專案裡面不是會有一個那個Settings 這個Settings其實就是所有專案裡面的相關設定 全部都在這裡 OK所以你把它打開之後我們上個禮拜有加了什麼 加了這個東西 Template 有沒有 然後他的結構一定是一個 一個什麼 先一個中瓜糊吧 裡面一個大瓜糊 這一對的喔 然後一個結束符號 那裡面的話告訴他有 我這邊有個DIR的目錄 他的目錄實際上呢 是透過OS.pass 把兩個東西join在一起 什麼東西 就是我的 這個跟目錄的位置 加上一個Template目錄名稱 OK所以這個結構 以後都是固定的喔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其實是本來這個中瓜糊裡面是空的 那我是在這邊告訴他說 我現在已經加了一個目錄 目錄名稱叫做Template 那我如果要把這個Template目錄 把它 就是加到我的這個 專案裡面的話 記得喔 這邊 他的 邏輯都一樣喔 一定是先什麼 先把那個 我目前的目錄這個 先 join join goomisilla 就是把它串接在一起 串接在一起就會成為一個完整的目錄名稱 包含就是我的磁碟機的位置 還有前面的目錄 等等的 就後面串一個Template 那這個部分上禮拜有提到 如果你這個動作沒做的話 那當然他就會找不到Template 裡面的什麼 裡面的這個東西 叫 Hello Word3 的 網頁喔 OK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加了這個 他才可以找到目錄裡面有一個網頁 那這個網頁裡面的結構 我們上禮拜有提到 就是說呢 把它打開來 裡面的話基本上就是一個什麼 歡迎光臨 然後有個username 那你會發現喔 他本來是html 是一個靜態網頁 那靜態網頁跟動態網頁的差別 最主要就是說 動態網頁呢 可以藉由變數 可以傳遞一些 就是說 畫面每一次進來可以都不一樣 OK 所以靜態的是固定的嘛 以前我們學HTML 反正你 寫好之後就固定成那個樣子 如果你要變不一樣 你可能設計師要改 那每一次都要改 比如說歡迎光臨 一個 比如說假進來就歡迎光臨假 乙進來就歡迎光臨乙 然後丙 那如果100個人不是改100次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你可以藉由動態的技術 可以隨時傳遞引述可以變更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省掉很多麻煩 那目前這種技術 我剛剛這個地方就是把靜態變為動態 那技術 當然不只是用Jungle啦 其實以前最早 我們前面還有開過課程叫PHP的 或者我們最早 今天還開過ASP.NET的 其他地方還開過像JSP的 等等的反應推技術 那些都可以做到動態的這個效果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接著再把這部分 然後後面再加一點東西吧 也許我們最後run出來之後 他一樣會 在這邊會有一個位置 當然你如果這個位置 要把它改成不是127點 就localhost的話 你要改成你自己IP位置 我上面講過 你可以查出你自己的IP位置 然後 然後並且 Port也可以改 一樣呢 可以 再把它在 網路上面 任何地方 可以連結 不過我建議 如果你家裡沒有顧歪 其實也可以試試看 最好看 家裡如果可以 架設一個SERVER的話 那更好 如果你這些都會去 玩 可以把它改成什麼改成就是跟 中華電線 像我是一種遠傳的 跟他申請一個 一個固定IP 那有那個固定IP之後的話 那我就可以來架站 比如說的話你們要找那個 像我自己有架一個SERVER 你如果Google 吳老師的話 就會找到那個 我自己架的那個是叫吳老師的那個教學論壇 那論壇的部分的話 這個地方當然 你如果Google吳老師的話 那當然第1個我有一台 電腦SERVER 不過我是用那個 NAS 用 群暉的那個Synologic 那種 然後這邊有個 吳老師教訓論壇 那論壇你可以看到 這邊會出現我的什麼 www.tqc.idv 不過我是申請idv的 那實際上背後是有個IP位置 我的IP位置是 我隨便點一個吧 我記得點進去再點進去 他好像也會出現我的IP位置 沒出現 我的IP位置是多少呢 我記得好像可以從 裡面其實我有放蠻多東西的 他可以反查 反查的話 看一下是 從這邊吧 我把它跳進來 在這裡 我的位置在這裡 假設我直接跳另外一頁的話 他後面背後其實就會有一個這個網址 有沒有 那這個網址實際上就是 我在申請像那個 光簽的時候啦 我最近 就是把它升成60Mb 下載 上傳是20Mb 然後呢 我就跟 CNA說我要一個固定IP 他就會給我 那這個IP位置是固定的喔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持續跟他使用 他這個IP位置又固定的 可是如果未來 假如說我跟人家講說 我的SERVER是架在這裡 然後後面有個目錄 因為我是用DISCURSE 這是PHP的 早期有個套件裝上就可以 馬上有個論壇出來 那 這樣很麻煩啦 以後你要記IP位置 倒不如記什麼 記 剛剛給你們這個 TQC 要點IDV 點TW 那也就是說 我如果有個固定IP 架了一個網站之後 那我再去購買一個 這個位置 這個要買的喔 這個買一年 我記得IDV比較便宜 網域名稱 DOMAIN NAME 那一年 我記得好像大概200塊吧 我忘記了 我一買就買10年還是幾年 反正這個東西一定會一直用啦 你買一下反正就是你的啦 你要怎麼用 隨便你用嘛 至少我是有的 我是有DOMAIN的 跟你 對不對 我有IP位置 我固定的 你一個都沒有 對不對 那我要做生意的話 你如果一家店家沒有 你一個店家沒有自己的網站 對不對 那當然相對 所以現在比誰的比較多 我如果要做一些 大量的運用的話 欸 我的資源就很多了 只是說我要怎麼用啊 所以這個再來就是你有技術做 你要去想說 你要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對不對 我在網路上 我是有 有我的資源的喔 你是沒有的 就是你有房子 你有地 你可以做很多事嘛 我要蓋房子 我要怎麼弄我自己隨便嘛 但你一個都沒有 你什麼都不行 雖然說好像會付出一些費用啦 不過你會發現 因為網路一定會用吧 所以我再把那個 加一個固定IP 然後這個是 每一年200塊 一年喔 不是每一個 那我是申請這一家啦 跟各位分享一下 也是cnet Cnet後來變 遠傳買走的 他是 RS RS是resource resource seed net tw 這個 這個網站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 我的網 網域名稱啦 那 這邊有那個什麼 有很多種類型嗎 你甚至可以中文的 不過中文好像發現 好像很少人用 因為不國際化 個人的 不知道那邊怎麼變400塊 忘記了 我也忘記 一年400塊其實也算便宜啦 因為那時候成這樣比較多 喔可能 所以我一次 一年 一次買10年 那我賺到了 對不對 所以一次要 趕快 那他的好 個人 他如果你要做生意的話 你可以做 其他的 甚至國際的 .com 他新的 新的 以前好像沒有 那你可以像我這邊是申請 一年 沒有10年 他好像 長期繳會比較便宜 然後他會自動 就是說 他有一個管理界面 你把你的固定IP放上去 他會自動把你轉換到 你的那個網址 這樣就OK了 以後的話你要 當然你不一定是個人的啦 如果你要做生意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英文的 如果你要國際的話 這新的 我不知道 新的話 你可以.com 什麼什麼 .com 像之前還有那種 蠻厲害的 他預先先把別人的 IBM .com把它註冊起來 或者Apple.com把它註冊起來 那你要你再跟我談 真的有人就把他買下來 就是那大公司 好啊反正花一點錢 你不要開得太離譜 我就跟你買下來 也有那種 叫什麼網路蟑螂之類的 他反正就是 知道說你要 先那我就先把這些 註冊起來 OK 所以他這邊有一些 一年期 不過看起來 看起來相對會比較貴一點點 大概500多塊 如果你要做生意的話 基本上 就可以網路有一個店面出現 那後續啊 你把Jungle部分學好之後 再跟這邊串在一起 很多地方可以用 就用不完 所以 以後如果要 很多人 各自的這個技術 就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那目前 我這個論壇 其實我架了蠻久了 會員數已經1萬多了 不過後來沒有再更新了 這東西其實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不過至少他是有影響力的啦 你看Google 我剛剛只有輸入吳老師 他也在前面就可以出現了 我不知道他出現在哪裡 那至少 就是說網路上面的影響力就慢慢出來 你要有很多很多東西可以被看到了 所以只要放上去 就可以看到這個 請各位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環境先弄起來 我們上禮拜是講到 這邊 然後 另外的話呢 把 這個 hello3 先 稍微打開來 那接下來後面的話 我們要繼續來看就是 Python裡面的雲端白板 那我 把 這個0201 把它拆開來 因為本來把它放下面 我把它變0202 0202 應該0202 0202之而已 然後呢 建立Templates 再來的話呢 除了Template樣板之外 我們後面還要再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 我們 除了加文字之外 我希望在這邊下面加一個現在時刻 時間怎麼加上去 再來的話呢 圖怎麼加上去 後面的話有個hello4 如果我要加個圖 當然呢以後呢會慢慢延伸 反正這些一直可以加進來 那你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那請各位先試著把上個禮拜的部分 先環境先打開 然後呢 再來 我們待會就接著來加一些其他的東西 讓這個 我們的應用可以更全面 那並且 這個講完之後 後面就是再把 Jungle Python的入門 我們上學期講的一些範例 以前本來是直接在 Eclipse直接Rump 那現在的話呢 我希望 把那個Rump出來的結果 不是只有在電腦上看到 而是能夠在網頁上 也可以看到 那後面的話會跟 上學期的範例做銜接 所以請各位 先把那個 HELLO 3的部分先準備好 待會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好 HELLO 3的部分 HELLO 4的部分 HELLO 5的部分 HELLO 5的部分